上个星期四中国当局公布了基督教维权律师张凯的所谓认罪视频 不到一天又宣布张凯已经被刑事拘留 张凯的父母在星期天发表了公开声明 在声明里他们说 作为父母心情十分焦急 但相信张凯是无辜的 希望政府尊重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希望温州警方能够依法办事 希望张凯能够尽早地与家人团聚 他们谢谢所有关心张凯的朋友 到底张凯案为何出现重大的转变 当局将会如何来处置张凯呢 我们下面要继续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目前人在伦敦的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 傅希秋牧师来谈谈他的看法 傅牧师您好 你好 宇文 是 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四 我们看到张凯在官方电视上的认罪 当时外界普遍的预测 当局很有可能会让他取保候审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是变更为形式拘留 您对这样的发展意外吗 我确实是有点意外 当时呢有点对当局的这个丑恶呢 准备不足 还就是说有点过于乐观 那么现在看来呢 根据我的了解就是包括张凯的父母在内呢 都是感觉到有这个上当受骗的感觉 就是事实上张凯的父母在张凯是被这个上电视之后 第二天就马上被这个温州市公安局呢 招到了这个温州 然后也有这个温州当局给他们一些很明显的这个承诺 但是呢 就是这个承诺呢 就是包括会这个释放这个张凯律师 但是这两天的发展呢 已经很清楚的表明 就是张凯是26号实际事实上已经被转为刑拘 那么在近期内呢 不会这个马上获得释放 那么看起来呢 会这个被转捕 这个会被这个送到这个检察院 这个走这个刑事程序 那么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在这个转向那个逮捕 走向检察院的这个刑事程序的时候 那么当局呢 也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找一个借口吧 也许会使他 转为这个 就是给他一个自由的可能 是 傅牧师我们知道 在这个认罪视频公布之后呢 当然很多人提到 当局对这个张凯案的最新的报道是说 他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危害了国家的安全 到底张凯律师做了些什么 以至于当局给他扣上这些罪名 那么您认为当局可能会如何来处理他的案子呢 对张凯的这个 这种文革和这个北韩式的 这种游街 这个电视 这个游街示众啊 认罪 根本是很荒唐的 也是极其这个违背中国自己法律的 因为张凯所做的前边所有的事情啊 就包括当局是列出来的 都是在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 所进行的 那无论是他在这个 给教会做这个律师的代理 那不管是一百个还是一千个 那都是这个白纸黑字啊 全部都是在合法的范围内 那么律师啊 这个收啊 这五千块啊 或者说这个三万块啊 进行人格的暗杀和的羞辱 这个共是一种 可以说 是一种这个违反 中国自己 法律的犯罪的行为 其实应该 受刑的应该被抓捕的 反而是这些 密偶式法律 反而是这些这个践踏法律的 温州的浙江的有关当局 以及那些在强拆师的架当中 是多少这个就是张凯所维护权力的 这些人受到这个非法的这个拘押 甚至判刑的这些牧师传道和这个普通的信徒们 那我觉得张凯呢 现在下一步面临的 如果是被这个刑拘转移逮捕 那就有可能走这个刑事的程序 那么就是说 还是有所谓像好的方向 这个变化的可能就是 可能会给他一个取保啊 这个或者不欲批捕 或者说取保 那么还有一种 当然如果当局是完全的背信弃义 完全的是欺骗这个张凯 用认罪来这个换取自由的这种 这种说法呢 那么有可能会给他就判证刑 我们最后还有30秒左右时间 我们要来谈一谈的是 在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张凯的认罪视频里面 特别提到了您 也提到了对华援助协会 那么就此您也发表了公开的声明 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是很难过的 因为看到一个我多年的老朋友 就是受到这种羞辱 并且是在这种酷刑 很明显的这个压力酷刑之下 来自我这个认罪 这是非常难过的 我是从09年第一次邀请张凯来 美国和其他的维权律师 就是作为一个基本的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 这个邀请和对法治人士的 这个尊重 以及这个跟美国的这个法院 法官和美国的法律界人士 立法界的人士 进行的一些正常的交流 却被视作是什么有敌意的 这个海外势力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 那么我们对话研究协会 将会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推进 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和法治进一步 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人权组织 那么我们一直是在关注这个事情 也不会因着这种被政治化的指控 就会望而却步或者被停止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对华援助协会的 傅希秋父母师 抽空来到美国之音 那么关注张凯律师案 也请您持续地锁定美国之音 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最新报道 或者留下您的看法与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们的网址是